中越铁路铺轨视频火爆海外 500公里铺轨现场空无一人 全是这个大家伙在工作 联合国惊叹究竟怎么做到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基建响于全球 印尼亚万高铁顺利落成后 可怕越南羡慕坏了 也想建一条高铁 以拉动全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帮助下 中越边境高铁项目步入正轨 范明正很清楚 越南想要的 只有中国能给媒体报道称 直接连通到中越边境的高铁项目防东铁路 最近进入了铺轨阶段 在广西防城港式的铁路施工现场 一组长达500米的钢轨 正被铺设在预先不好倒闸和轨枕的到床上 这一重要时刻标志着 中国首条制通中越边境的高铁防东铁路 正式进入了铺轨阶段 为未来实现高速铁路通往越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越铁路防东路段 作为中国沿海铁路的最西端 连接了防城港式北端和东兴市 这是通往越南 唯一海路相连口岸城市的首条铁路 铁路全长146.9公里 途经防城港式的江山镇和东兴市的江平镇 设有防城港北站和东兴市站 与流江山半岛站 该线路设计时速为200公里 基础设施与流时速达到250公里的条件 防东铁路的铺轨工程总长度为106.7公里 其中铺设到达28万立方米 设置到差27组 然而这并非一项一事 铁路沿边沿海 地形地貌复杂 有着8座隧道和32座桥梁 桥岁比例高达68% 尤其是铺设长钢轨 涉及到运输和铺设难度较大 而中国高铁铺轨神器的助力下 防东断铁路铺轨空无一人 全部都是由一个大家伙在工作 这就是中国自主制造的铺轨神器 CBD500行有炸铺轨机 那这个铺轨神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在今年3月 中越铁路防东断最大一批铺轨设备 抵达施工现场 CBD500行铺轨机 是国内自主研发的先进铁路铺轨设备 主要用于高速铁路的建设 能够实现钢轨铺设和轨枕布设的一体化操作 它可以同时铺设两根500米长 30吨重的钢轨 武器人员操作员就可以在一天的时间 铺设10公里轨道 这是什么概念呢 传统的高速轨道建设 主要依靠人工和较为基础的机械设备 这通常包括使用小型的铺轨设备 人工进行钢轨的搬运和铺设 以及手动进行轨道的对接和固定 这种方法一天铺设上百米已经是很不错了 大部分都是几十米 CBD500行铺轨机 是传统高速轨道建设速度的十几道上百倍 对此联合国都惊叹道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中越铁路防东段全线铺轨总计146.9公里 其中76.19公里铺轨采用国产50米钢轨 普通铁路钢轨只有25米 但是由我们的CBD500铺轨机完全不用担心 该机组长603米 重1146.2吨 区区50米的钢轨当然不在华下 它可是能铺设500米钢轨的巨无霸 能实现一次性跨区间铺设无缝线路 CBD500铺轨机及长钢轨铺设和轨针铺设于一体 具有施工效率高 不诊精度高 自动化程度高 对区限适应能力强 铺出的线路质量好等性能 创造了最快2.5公里每天 平均2公里每天的铺轨进度 曾经在云贵铁路中创造了30天铺轨 326公里的行业新速度 所以在访东铁路中 预计铺设工作不超过一个月 另外CBD500铺轨机具有载气候恶劣 地形复杂作业的功能 曾经在内蒙古零下30度的环境兼职作业 仅135天就完成了全线铺轨任务 比计划提前了31天 日铺轨最高达7.5公里 在铁路建设中 CBD500不仅提高了铺轨速度 还保证了轨道的质量和安全性 相比传统的轨道建设 它有先进的控制系统和精密的机械设计 这些系统确保钢轨在铺设过程中 能够精确对齐 减少后续的调整和维护工作 CBD500铺轨机的应用 不仅提高了铁路建设的效率 也推动了中国铁路建设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这种先进的铺轨设备 不仅在高速铁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在普通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趁路推进 中国基建的实力和效率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房东铁路的建设中 CBD500型有炸铺轨机的应用 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 还提高了轨道的质量和安全性 展望未来 随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 CBD500型有炸铺轨机将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它将为中国基建走向世界提供新的动力 也将为全球铁路建设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为止 房东铁路的隧道和桥梁工程已经全部完成 陆基工程已完成90% 战前工程总体完成度达到了97% 按照施工计划 预计今年9月底前可以完成全线铺轨工作 而在12月底之前 房东铁路将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房东铁路项目是1045 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 实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计划旨在推动西部地区陆海新通道 通道的高质量建设 20分钟左右 东兴市将会被纳入到中国的高铁网中 值得注意的是 东兴市是当前中国与越南之间 唯一的一个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 也是中国与越南贸易往来的重要合作节点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从东兴进入越南的旅游团有将近4000多个 可想而知 如果房东铁路正式投入运营 越南经济将会在中方经济红利的东风下飞速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房东铁路的开通将对北部湾经济区以及广东 香港 澳门大湾区等地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这条高铁线路将极大的促进地区内外的经贸往来 拉近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距离 有望成为未来双方合作的新亮点 在这条高铁线路的建设过程中 我们见证了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和严格的环保要求下 建设者们不畏艰难险阻 以专业的技术和执着的精神完成了这项壮举 这条高铁线路的成功建设 再次展示了中国高铁技术的独特优势合卓越性能 方程港制东兴铁路的建设不仅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 还将为沿线地区的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高铁的开通 相信会有更多游客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 领略这里的风土人情 此外 高铁的建设也将带动沿线地区的物流业 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区域经济的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在完成全线扑轨后 方程港制东兴铁路将进入连条连式阶段 对高铁的系统进行综合检测和优化调整 以确保正式开通运营时的安全与稳定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 这条高铁线路将正式投入运营 为中越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方程港是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前沿窗口的东兴 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接的口岸城市 同时具备海洋文化 边境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 还是京族唯一聚集地 民族风情浓郁极具特色 房东铁路线开通 接住便利的交通条件 将会极大程度地带动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人们交流 学术合作 科技展览 风俗建商等 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 同时加深更多的学者互访和留学 形成文化互补知识 推动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借助文化影响力 国家文化认同感 国民信任感也将进一步提升 为经济 教育 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跨国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道路通 百姓 方程港至东兴铁路是广西沿海高铁的延伸线 也是中越互联互通国际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东铁路将全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繁荣 成为中国西部一条异异升辉的黄金纽带 为一带一路腾飞发展在天心意 总结来说 方程港至东兴铁路的铁路 标志着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将迎来新的篇章 这条高铁线路的建设将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为边境地驱逐入新的活力 再不久的将来 这条高铁线路将正式投入运营 维延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 带来新的基于挑战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条高铁线路带来的美好未来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